今天就是離開運動筆記了 大家好 歡迎收看本週的賽事爆馬展 我是Zuka 今天一樣跟大家介紹三場賽事 第一場是桃園市議會議長飛路跑 會先介紹這一場是因為他即將截止報名 4月11號就是明天下午3點前 這場賽事呢 報名費還蠻划算的 半馬只要600元 然後10K只要400元 會有非常多桃園的跑友參與 其實桃園人都非常會跑 所以你想要跟桃園人PK的話 就會選擇這一場賽事囉 第二場賽事是馬家莊路跑賽 這場賽事是苗栗通宵慢跑所承辦 然後他們之前也有辦過幾場 還蠻不錯的小型賽事 像是黃金小鎮路跑還有五無四海路跑 口碑都非常的不錯 這場賽事的特色呢 他其實跟前幾場一樣都是繞圈賽 一圈的話是4.1295公里 所以你只要繞十圈 一場馬就跑完了 比較特別的是他還有一圈 然後或者是兩圈 三圈 五圈 或十圈 然後從親子組一直到超馬組都有 他的補給很豐盛 主辦單位的簡章上面寫了非常非常多的補給 像是滷豬皮 然後豆腐腦 然後紅豆餅 很多很多 然後他這場活動呢一樣是沒有獎牌 然後也不會有賽事 就是回歸純粹跑步的一場賽事 第三場是飛龍杯轟爐地馬拉松 紅爐地這地方呢主要也算是宗教觀光聖地 然後他上面就很多人上去半徒地公 然後有上去過呢 就知道上面那個枝字型山路 髮夾彎非常的不好跑 這場賽事的話就是 好友講說他是 鐵腿抽筋枝有硬小山路賽事 可是我覺得他不是只有小山路 就是也有人直接就講說 抖很抖啊啊啊啊啊 我覺得可以從文字中感受到那個很硬的感覺 這場活動不知道為什麼他其實很硬 可是還是有人要跑選擇這場當初馬 那這場很特別的就是 他在賽後會有半桌 我以前第一屆的時候有跑 跑完之後又吃半桌 那個半桌真的是蠻厲害的 還會有人在旁邊唱歌 這個可以講嗎 還是不要講好了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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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比較清涼一點點 可是去年我就不曉得 有 有 我覺得在外面還不錯耶 就是 燈光沒氣氛夾 有 然後如果可以行動辦公 不用再回公司就好 真的